1好了,绿色的都是单数 黄色,我后面如果换个背景 变成黄色就变成双数 这个01,按确定 是 再来的话呢 我要再做一个第二个动作 把背景编辑再填充 填充成黄色的好了 按确定 另存新档 把它改成02.gif 这样子它就可以怎么样呢 移动过去将来移过去变成黄色的 那接下来一样的方式就是说 修改里面的字 其实修改的方式记得用T 滑鼠移动到字上会出现小T点两下 就可以修改这个字 比如说这个第二个字就是泰鲁阁 好,那字的部分的话呢 一样就把它点掉 物件水平垂直接置装 但是这个很奇怪 这个出现这个什么记忆不足 应该考试的那个电脑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好,那你就移到正中央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把它另存新档 那这个应该是存多少呢 这个 黄色的嘛 黄色我就把它存成双数的 这个就是04 好,存04 然后再来的话呢 因为还有一个绿色嘛 所以我就在这个背后再点一下 编辑填充绿色的 那这个应该存多少呢 有没有 绿色的都是单数 黄色的都是双数 那以此类推就对了 好,以此类推 那一样的方式你就把字点一下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一定要出现小T点两下 然后把这个字改成阳咪3 那这个地方就把它另存新档 这个就05 有没有 确定 44 然后再来就是把背后的部分编辑填充成黄色的 这个地方就把它另存新档 变成06 有没有 一样的方式 那再来就把这个地方再点掉 点两下 点两下 再把这个地方改成墾丁 好,墾丁国家公园 然后一样的方式把它移到中间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把它另存新档 这个应该就是08 就是 黄色的话呢 一定都是这个 双数的编辑填充 那这个就把它另存新档 存成07 这样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先做出八张小图 这八张小图呢 它的尺寸一定都是 开启个新的影像 都是110 30 再来你就会把它放大 比如说放大300 直接打字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玉山 太鲁阁 阳明山等等 然后呢 先填充 背后的地方填充 绿色就是单数的 黄色就是双数 那这样就会产生八张图 八张图有了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部分就是30分 也就是这一题最困难的 就是这个地方 占30分 第一个部分 好,我想你们先试试看好 利用Photon Impact来做这个事情